大家好我是我秋風 1點20大家最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去哪裡找櫻花樹喔 櫻花樹究竟離我們有多遠 新開一張新地圖要多久走多遠才能找到這個櫻花樹 這個生態域啦 今天秋風久違的系列又來了齁 櫻花樹與我們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我們的測試方法呢都是一樣的齁 新開一張地圖在這邊跑跑跑跑跑 應該跑最久的應該就是這段時間了啦 然後打上我們的指令齁 這一串指令等一下應該會就是直接這樣複製起來齁 所以一進到裡面就可以登陸就直接打了 我們不需要真的到那個生態域啦 只需要看它的距離齁 因為1073所以要距離一千多格才會到啊 對這就是一次齁 所以同樣這個畫面秋風要看一百次齁 結論就可以告訴大家距離平均值到底是多遠 看一下第二次的距離 喔喔更遠了欸 所以櫻花樹櫻花林沒有離我們很近欸 來到我們的第三次實測 欸真的沒有低於一千格的啦 好啦我們就一口氣測一百次 欸目前測了三十多次 這就是最近的一個距離三十二 可以說就開在櫻花的旁邊了吧 測了三個三分之一囉齁 繼續測 好了我們一共測了一百次了 其中在一千格以內就能找到我們櫻花林的一共有三十五次齁 兩千格到一千格之間的一共有四十四次 也就是將近快要一半了啦 剩下的那三千格到兩千格有十八次 三千格以上的有三次 最遠距離的欸這在我測這一百次下來 最遠距離的有那個五千四百四十四格啊 對你要走五千多格才能找到櫻花林 那乾脆把地圖刪掉再找一塊一張好了 最近的呢是三十二格啦 也有第二近的是九十六格 就是一百格之內的 也是只有兩張而已 在我們測量一百次的平均距離呢 是一千四百零七格啦 欸絕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兩千 剛才講的嘛一千到兩千之間 所以取中間只在一千四一千五左右齁 就是村莊還是比較近的啊 還是比較容易發現村莊齁 那個櫻花林要走一千多格 其實老實講 呃如果你沒有這麼準確的往櫻花林的方向走 其實沒有這麼容易發現啦 不過你拿著最大張的地圖 最大張的地圖邊界是兩千嘛 兩千二零四八乘二零四八嘛 那個是應該是可以飛到的啦 飛不到再飛一張齁 照理講非兩張地圖應該就能看到了 如果你真的都找不到的話 打指令喔 希望大家都能順利的找到櫻花林喔 給大家一個參考 大概走一千五百格一千四百格 就應該要能找到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